记者许世颖高雄报道,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金特地南下高雄,为代言的大雅厨具40周年既智能制造4.0站台,以一席白色低胸坠花瓣绿曼礼服献身,还小鹿伸手,和厨师一起捧条林志玲是一大地面。 被问最近一次为心爱的人下厨是何时?她笑说没有太久以前,正当大家以为她有心恋情,她在表示但不是今年,似乎仍单身中林志玲念书的时候比较喜欢下厨,现在比较少机会,在厨房是个很疗愈的空间,所以有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会在厨房东摸摸,歇摸摸,现在觉得, 吃,更疏压。她透露当时喜欢做西餐,住校时也曾做饺子,还会自己擀面皮。 至于有没有做过浪漫晚餐,她大方表示,当然有。 更说浪漫的核心还是人,最满足于对方把她做的菜扫光,如果没有扫光我就会把她吃光。 近年她作品产量下降,反倒是一举一动都被关注,她当场交称求饶,可不可以放过我,不过也透露确实有意减产,但并非因为过往成绩带来的压力,而是希望将多一点时间放在公益。 尤其他的致灵子子慈善基金会成立也将满十年,觉得时间越来越快,还是要抓紧,公益是未来最坚持,希望能长久下去的。 她更笑说西营有一点难,毕竟还是有合约,她三月时宣布单身,断开传闻复合的严程序,七夕又即将到来,她也表示,一定会对感情有所期待,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 至于先前被爆房屋以1.88亿元卖出,问她是否有一天够新屋? 她笑说现在三代同堂很幸福,目前没有买房打算。 这两天还会陆续到台中,南投投入公益活动,在我有能力状况还OK的时候,希望给继续大家正面积极的生活态度。 林志玲京南下为代言除去站台。 记者张忠一社,林志玲透露仍对感情充满期待。 记者张忠一社,林志玲下路伸手,烹调林志玲是一大地面。 记者张忠一社,林志玲亲自下厨。 记者张忠一社。